Challin你好 這個收到新種的這個東西 那當然你跟我講的是正確 因為後面有這些Electronic 假如我直接放在這個框上面 放進去的時候 甚至就有一半的橘色開始不亮 那但是一拿出來以後又OK 所以先暫時撇開這不講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燈 如果是沒有裝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東西RVC全部的卡榫都進去之外 最主要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你可以看我手指頭 或者是我用這個Fly Hat 它這邊是有一個小小的洞 可是到了這邊之後就是越來越難進去之外 目前這樣看起來等於是說這東西是 壓上去 然後比較所謂的順 然後沒有所謂的跳出來的這個問題 假如說是沒有裝這一條東西的時候 那現在問題當然就是說 這一邊是有裝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在裡面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所謂的鎖住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同樣的這個 這個有一個Gap在這裡沒有關係 可是在這邊你看可以看到非常的大 那我今天就算壓下去它還是會翹起來 壓下去還是會翹起來 所以這個是變成一個蠻大的問題 那長度有增加當然是比較好 那下面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邊的話 那我現在當然在考慮幾種方案 想問一下這個裡面當然是長這樣 有沒有可能第一種方案是 在最後下來這邊的時候 這邊的東西越做越細 有沒有可能 所以在這尖端這裡是比較細 所以可能啦 因為我在猜在這個裡面這個東西 已經開始擋到它要下去的位置 所以多多少少就會影響到 為什麼它沒有辦法關進去在這裡 那第二個想法是說 這個東西有沒有可能說 上面有自黏的東西 然後等於是可以耐熱也好 或者是說它等於是透明的也好 所以我撕開了這邊 所以這個東西是黏在這個上面 這個有沒有可能 黏在這上面會不會因此 這樣子就不會等於是妨礙到它關下去的這個部分 那裡面這構造我也是有點 說實在有點困擾 我不是很清楚清楚知道 說是不是我剛才講這個是跟這個有關係 我只知道現在目前測試 假如說這個東西關不上去的話 這個project還是有問題在這方面 那當然你也有這個燈 所以你也可以做像是同樣的這個 所謂安裝FINMAN的測試 那你跟我看一下說 你跟我做測試結果是不是類似呢 那麻煩你 謝謝